韓粉呼着口号不为艳阳 相当热情 正准备为30号造势热声 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旁边竟然发生车祸 七八米韩粉在大马路上围住了一名岛地女子 由于天气太过炎热 因此韩粉还为女子撑伞遮阳 有人不吝啬拿出自己的国旗包 当作枕头枕在了女子的头部 就是想让她舒服一点 原来是因为女子出了车祸 因此这群原本在练习呼口号的韩粉 就赶紧跑来救人 事情发生在二十八日早上 新竹市京城一路 这群韩粉穿着国旗装 带着国旗包 原本正为30号造势热声 没想到旁边竟然就发生了车祸 防火色机车直接被撞到 就这样横躺在大马路上 救护人员赶到现场后 立刻将女子抬上担架 先做简单的急救 发现女子虽然看起来相当痛苦 但意识清楚并无大碍 随后立刻将人送往医院 撞到就跑掉 对 因为小姐是执行 这可能是撞不点 所以是从社区出来的 银色的模特 不怕麻烦 不畏艳阳 一看到有人出车祸 立刻前来关心 只能说韩粉真的好热情 而至于造势车辆级原因 目前警方还正在调查当中 记者新竹综合报道